保龄茶室世界目前仅在首部检体验出米酵菌酸阳性反应 砧板跟刀具都没有验出 而卫福部次长王毕胜下午更进一步的透露 其实卫福部不只盯上保龄A13信义店 在他的提议下 疾管署跟食药署早在3月30号也配合检警 前往代班厨师的住处做环境裁剪 另外医师江冠宇分析 要说产毒源是砧板的可能性较大 认为砧板的确是有弹药的地图炮 保龄茶室案件最新进展 在工作人员的首部检体验出米酵菌酸的阳性反应 证实毒素就发生在厨房里 而卫福部次长王毕胜2号下午更进一步透露 其实卫福部不只盯上保龄A13信义店 疾管手和食药署早在3月30号也配合检警 前往代班厨师的住处做环境采验 厨师的接触食材 尽管目前整体案件仅在首部检体验出米酵菌酸反应 砧板和刀具都没采验到 但医生江冠宇在脸书发文指出 产毒源是砧板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唯独砧板因为长时间在厨房温度 有发酵淀粉 还有在清洗频率不够等的环境下 的确是有弹药的地图炮 一直不断有食材在上面做一个沾染的动作 它就会像是一个炮台一样不断的发送给各个顾客到他们的嘴中 医生张冠宇也进一步解释 砧板不是现在才被怀疑 过往在欧美每一个细菌食物中毒 全部都有提醒 尤其台湾的餐厅 依照食药署前长官提到的 清洁人力根本就不够 就盼扩大采验 尽快找出毒素源头 在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